现任总统拜登与共和党对手特朗普之间的首场美国总统辩论将于6月27日举行 这将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次总统辩论 第一场辩论将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 另一场将在9月10日由美国广播公司举办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演播室内不会有观众 在90分钟的辩论中当一位候选人发言时 另一人的麦克风将被静音 候选人只有一支笔 一本便监纸和一瓶水 两次商业广告期间 竞选工作人员也不得与候选人互动 两人讲台的位置通过抛硬币决定 拜登选择了舞台右侧 并让特朗普进行最后结变 根据拜登的竞选备忘录 他喜欢的三个议题分别是 堕胎权、民主状况和经济 特朗普的团队指出 移民、公共安全和通货膨胀是他的关键议题 录音订队哥 文字幕志愿者是什么 vaya